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项目 今天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展示效果 左边呢是它的原图 那么右边呢可以通过对提示词的描述 就可以对这个图片当中的元素去进行一个替换 它这个替换的效果大家看到了,非常的完美 可以改变颜色 可以整个去替换一种花 然后呢这边可以换成蜜蜂 甚至别的一些东西 下面这个也是 它这个本来是一个猫 然后呢换成了别的动物 然后呢下面这些东西呢也有一些细节的变化 所以这个呢是确实不错这个项目 非常有意思 那么下面这些就不看了 咱们直接看这个项目吧 然后项目下面在这儿啊 这是压缩包12G 那么打开之后呢 这边有个启动文件 我们稍等一下 它这个项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运行速度特别的快 这个比之前的项目真的要快很多 我们实际看一下 这个是使用界面 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咱们直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边呢是一个猫 在一个这个花上面睡觉 那么这边呢 它有两个这个需要大家填的地方 一个原提示 一个目标提示 所谓的原提示呢 就是你需要去描述 这个图片当中 你希望它进行替换的部分 那么它这个描述呢 显然是想要替换这个猫 那么下面呢 它把这个猫呢 换成了一个熊 其他的词没有变化 好 那么我们直接来点运行 这个稍等一下 大家看运行速度啊 非常的快 没了已经是吧 就秒出的 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熊 这个猫 这个替换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完美 然后下面这些 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呢 它也是啊 进行了一个替换 它把这个 它把这个黄关 替换成了别的东西 咱们来看一下 看这边已经跑完了 它速度真的太快了 大家看 它把这个黄关呢 换成了一个帽子 当然这边呢 还有一个高级选项 这边这个 它有个种子 这个你拖动的话 可以对这些结果呢 进行一个相应的变化 咱们再来画一张图 其实它这个替换呢 还有一个比较简洁的 其中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假如说你想保持 整体画面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边呢 你就尽量的写的全一些 比如在什么什么上面 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边你描述的越详细呢 将来它这个替换的地方 就越精准 当然如果说 你不需要做 太精准的替换的话 那么你可以简单一些 比如说这个上面是个猫 咱们直接简单的 写一个猫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下面咱们也简单的 把它换成狗吧 这样的话会进行一个 比较粗烈的替换 当然这个画面上呢 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替换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个图片的元素太多的话 那么这边呢 还是大家还是尽量的 去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些描述 这样更准确一些 大家看是吧 是一条狗了 但是形体呢 基本跟原来是一样的 是画了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我们再来画一个吧 这有个平子对吧 这个呢 咱们也来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替换 然后呢 画成一个灯 所以一个简单的替换 咱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是吧 这个灯 这个替换效果 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 非常的漂亮 我们最后呢 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图片的尺寸 图片的尺寸是有规定的 必须是这种 宽高比差不多的 最好是正方形的图片 如果说不是正方形的话 那个宽高比 不要差太多 那差太多的话会变形 所以这个大家最好是用这种 正方形的图片去做实验 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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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